我們像佛三問訊一問訊 再問訊 三問訊 像竹江法師志涵法師三問訊一問訊 再問訊 三問訊 三問訊 請坐 那我們先大家請合掌 我們三稱 南無本訊是釵摩尼佛 我們用 唱三稱 再來 一起唱那個 巴黎文的三歸一 也是三遍 阿殯 祂 阿殯 阿殯 本师释迦摩尼佛那摩 本师释迦摩尼佛 一起唱吧 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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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午安 奥米兽佛 好 感谢大家来这边 听我分享佛法 那我先 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37道评 那我上次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就一评一评的仔细的 引经的这样来解释 所以我们甚至会读经文 那这个先要交代的是37道评 有一些人我看也是第一次来听这个课 这个课程 37道评是非常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学佛 你唯一了佛三宝 那进入佛门之后呢 这是你在修行上面 必须要具足的一些条件 不管你是学任何法门 37道评是你不能缺乏的佛法的课程 那我们说佛法 佛法是佛陀就是Buddha 它的意思就是抉择 那佛陀实际上是Buddha这个音译 因为和洛文是念成Buddha 那佛陀是抉择 他的法就是抉择的法 那这就是我们佛教徒认为的是宇宙的真理 那这个宇宙的真理呢 佛陀所说的法 它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请大家看 就是人天善法 当有人跟你说 一切宗教 都 一切宗教所教的东西 都是通往罗马 道道通罗马 实际上只是在讲这个而已 因为佛教的 僧文法跟菩萨法 是与世间不共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一般的 我们这个世间的宗教 只要是有一神教 或者是多神教的话 他都在讲什么 小我跟大我 上帝就是大我 人就是小我 他都在讲我 可是佛教呢 他是要说 他的不共同的地方是 他要破除我 直我见 这样才能震入所谓的 涅槃 解脱 那所以一般的 我们听到的一些 人天善法 比方说五戒 五戒也算是 人天善法的那个内容 因为五戒 它所规范的 是我们的什么 身体的动作 还有我们的语言 五戒里面 不涵盖你的 那个心思 因为只有菩萨戒的时候 你念头 起了恶念 这才算是有 犯到 违反到这个菩萨戒 可是在五戒的时候 实际上只有 身跟口 那这个角度 就是在一个 人天善法的角度 那佛法 不共事间的是 他要破除 我直我见 对不对 那这个 甚至于他要破除 第一个 他要透过三十七道品的修学 要破除什么 身见 身见 或是有时候 也翻成我见 就是 撒迦耶见 撒迦耶见 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是在 人天善法的层次 就是 它是针对 所谓粗糙的烦恼 这是透过我们的身体 还有我们的 说话 语言 所产生的烦恼 第二个层次 比较深 深入一点 就是意念 那 这是撒迦耶见 这个深见的这个 意念的烦恼 这是第二层次 那最 最深层的 那个叫做 那个撒迦耶见 是什么 就是 就是我们的 随年 就是我们的 潜意识的 那些 贪嗔痴 过去是 无死结以来 所一直累积下来的 种种的恶习 恶行 那 这些种子 那 时时刻刻在我们的 啊 深口意 它会展现出来 我们说 我们不要 可是它还是会 有时候就是 啊 它会影响到我们 那 三七道病的修学 就是要对 让我们什么呢 能不只是 能对峙我们的 粗糙的烦恼 甚至于我们的意念 所产生的 分别意识的烦恼 甚至于我们的 随年的那些烦恼 都有办法破除 所以 三七道病的内容 是什么 与生文法 跟菩萨法相应的 也就是说 它已经在讲解脱 跟菩提心了 好 那 这里要跟大家 就是 要提醒一下 没有所谓的 啊 独立的菩萨法 记住 如果一个人 在人天善法 都没有做到 他的基本面 待人处事 还没有办法做到基本面 他也不懂得 解脱的内容 结果他就是 对人家好一点啊 帮助人啊 这样子 他就自称为 在行菩萨法的话 对不起 那个 不是菩萨法 菩萨法 一定要有什么内容呢 人天善法 这种善行 加上什么 对治 克治 自我的功夫 那样子的利益众生 才叫做菩萨法 所以这个三七道品的内容 就是很重要 是针对我们佛教不共于世间一些宗教的那个内容 那这也是 对有些人算是复习了 我们世间有四种颠倒 斜见 斜之见 那斜之见可能强了一点 我们就说不正之见 常见 乐见 我见 近见 那常见是什么 明明一生出来之后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人就是要死 会老 会病 会死 可是我们 这个世间 所有的一切娱乐 所有的一切思想 都是在叫我们避免去想 老病死 这就是常见 明明知道是无常的 又要把自己的那个生活 思想种种的朝向那个 常的方面去发展 那这样我们就会怎么样 会痛苦 那 乐见 是什么 这个世间 一旦你生出来 从小 那个婴儿一生出来 她就哭 再来呢 她哭少一点 可是她实际上 她的生活 她的每一天 她都有她的挑战 衣食住行 什么东西都是属于我们 是之前 我们每一天要面对的事情 那 一旦有一件事情 你不做 然后 你的身体 就会感觉不适应 你的精神 就会感觉 不是 那这些都是 真实上是一个苦笑 那 这个我 我们的我 一直在变化的 没有一个你是跟你 如果你跟你婴儿一样的那个你 那完蛋了 这堂课你听不懂的 因为你只有婴儿的智商而已 我们人是一直在变化 每一个念头 它透过你的抉择 透过你的学习 透过你的错误的学习 你的行为会善会恶 你一直在变化的 所以那个我在哪里呢 那甚至于说 这个身件 身体的身 身件 你认为这个身体是我 请问 你从你妈妈生出来 就这样子生出来吗 不可能吧 你的 没有任何你的身上的哪一个细胞 是你生出来的那个细胞了 所以你的我在哪里呢 另外 你的身体的这个四大 地水火风 这个你的身体的地水火风 跟外面的地水火风 是不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那你在哪里呢 你跟这个外面 这个气世界 这个物质世界 那你这个我 它的存在在哪里 所以我们众生的那个我见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 时时刻刻都在那里作用 我执 我见 你的执着是什么 我的东西 我的亲人 我的怎么样子 这一些种种的 都是造成我们烦恼痛苦的 那再来就是静 静这个正对是什么 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本来就是一个不清静的一个 一个缘起的这个 一无缘起物啊 它是 它是个生态 它有一个活动 它如果没有新陈代谢的话 它 就会停止了 所以 你的每天的 所谓 你的清洁 你的身体 你的 每一个那个内脏的种种的这种运作 都是在排除不净的东西 所以这个身体呢 你不管怎么样的去维持它 去执着它 那不希望它改变 它一定会趋向于 这些不净的这样的改变 而且我们也知道 人 慢慢老化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的味道 会开始改变 这个 我就不细说了 这个 如果你走进去 所谓的养老院的话 你会发觉有一股味道 它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科学家已经知道说 它是什么了 它就是细胞一直在老化 它已经没有办法 像年轻的时候的新陈代谢 它会 它有个分泌 会出来的那种味道 这个 就是不净的 天人 在佛经里面讲 天人 很怕 跟我们人 人类在某些 就是说 它都要有一个保持距离的那种 那种接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 我们的汗 你看 那个味道太臭了 你再用什么香水 都没有用的 对天人来讲 那真的是 那个味道是 很不舒服的 那这个大致上 就是我们的事先颠倒 就是常见、乐见、我见、境见 那我们透过三七道米的修学 是要破除这些颠倒 而且得到什么讯息 直接看到、体会到 无常、苦、无我、不尽 那这是我们 在修学三七道品要达到的目标 那这个三七道品 有 四念柱、四圣秦、四如意足 五根、五立、七五提分、八正道分 好 这个 你们要背下来 现在马上叫你们背下来 马上就可以背下来 那里面的内容的话 那当然 这些资料我都会给你们的 我希望你们能做到什么呢 就是有办法眼睛闭上的时候 就能观想到三七道品的它的关系 还有那个 我等一下还有图给你们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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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继续 那我这里呢 特地在这个三七道品 整个列出来的话 我特地 划线在情 正情的情跟念 念头的念 这里 你会发觉正情正念一支的 它都在每一 这个七组里面一支重复 这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跟 在有一部经里面 叫做四十 四十 四十经 有一个四十经 里面有讲 那接下来进入 我现在基本上 对有一些人是复习啊 可是 对新来的人的话 这也是很重要的资料 三七道品的架构 基本上 虽然有三七道品 可是它 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有讲 使法为根本 意思就是说 这三七道品里面 有很多是重复的 可是 以使法为根本 那哪十个呢 信 信心的信 戒 思为 精进 念 定 慧 再来就是 除或者是 清安 吸舍 那 这个 信 戒 精进 念 定 慧 这个有 列出它的重复的地方 那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为什么 三十七道品 它有 总共七组 可是它有很多的重复呢 因为佛陀没有讲一部经 叫做三十七道品经 没有这部经 没有这部经 佛陀有讲 关于 那个 《试念柱》 《试念柱经》 有讲很多禅定的 关于定的经 也有讲 《试如意足》 这样子 也有讲 那个 《经经》 有个别个别 一组一组的去解释 那 可是 最主 它 整合起来 有三十七道品 是属于是说 它整个修学的一个 大概 这样子 那 等我们 之后看到图 你就会更清楚 好 那 现在就讲 三十七道品的骨架 那 你们看到这旁边 这个poster 我这里 画的 所谓的骨架 三十七道品 这整个里面都涵盖三十七道品 对不对 可是这个中间这里 这就是它的骨架 那 这个骨架是哪里列出来的 是在这个 所谓 我们中阿含里面 一百八十九经的圣道经 那这个在网络上也找得到 那我有把它解录出来 那这里讲 它说 尔时师尊告诸比丘 有一道 令众生得清净 离忧气 剃哭 灭忧苦 奥脑 便得如法 为 圣正定 有席 有住 亦父有据 而有欺之 于圣正定 说席 说住 亦父说据 这个在讲说 有 一个道 这个道呢 能让众生 得到清净 远离痛苦 懊恼 那 可是它这个 这个道 它能让我们得到什么 圣正定 那这个正定 它需要什么的辅助呢 它就有七个 七支的辅助 那云合为七 正见 正志 正语 正业 正业 正命 正方便 正面 这七个的辅助 那所以这里要有一个事情要特别的交代 我们在 嗯 中国佛教 常常对这个定 有一种 负面的一种想法 好像这个是高不可攀 可是定 它不是讲到禅定而已 它实际上是讲到 身心的净化 所以八正道的前 从正见 一直到这个正念 对不对 这七个实际上是要完成什么 正定 这个正定是 止观俱足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定的 就是说 禅定止的境界而已 它有包括 对峙烦恼 而且消除这个 身见 我见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所以我们身为学佛的人 我们不能说 哎呀 这个定太 离我太远了 太难了 不能这样子想 你那个是一种疑惑 你已经自己呢 在酝酿五概的疑啊 疑惑 来障碍自己了 照理说 透过正确的方法 用正确的心态 依照了这个 三七道品的修学方式的话 每个人都能得到 定的感受 而且是正定相应的感受 千万不要怀疑这一点 那这里面呢 它就讲到说 有这个 这个 总共有八个嘛 八胜道有八个 那个项目 那 从证件开始 那个经文里面说 云和证件 在这边 我在念这边 不知道这个字你们看得到吗 后面看得到 OK 为此见 有诗 有哉 亦有咒说 有善恶业 有善恶业报 有此事 彼是 有父 有母 OK 事有真人 枉至善处 善去 善下 此事 彼是 自知 自觉 自作证 成就有 世卫正见 OK 这个 你们这样子看得懂嘛 对不对 要不要我解释 我先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我只有小学三年级的这个 国语程度 我能读经文的最主要原因是拜佛 我讲实在的 我在出家的时候 在零年三世 我在在家的那个一年当中 我有三个月是藏经格 我是负责打扫的 我有一次 我把那个 就是像你们后面那个 潜荣大藏经这样 对不对 我就有一次 我打扫完了 我就想说 哇 我回来台湾 我回来台湾 我要出家 多好 我要读经典 我要深入经账 结果一拿出来 那一本 我还记得是哪一本 是大制度论的出章 是关于讲这个菩萨章 关于那个释迦菩萨的那个过去式 我一翻开 哇 一点都看不懂 完蛋了 回来 回来 结果 老远的跑回来出家 结果 突然间我这 我发觉我这些 我有一些字 看得懂 其他都是像虫一样 好了 我不了解这个意思 怎么办 盖起来 放回去 很沮丧 结果听到 那个 老和尚 他讲到说 拜佛能开智慧 罪灭何杀 那再来看那个 广青老和尚开智路 还有这个 不一样的那个 祖师达德 他都是讲拜佛 包括实际上 已经人俊老法师 他说 他的 佛法的 能研读经教 也是因为拜佛而来的 他小时候 他从小出家 就是拜佛 他师父叫他 要开智慧 这样子 那我就拜了三个月 拜完了三个月 长话短说 我再把那一本拿出来 打开 我就看得懂了 相不相信 那个看你们 可是我真的是这样子的 而且 我以为说 可能就经文看得懂 那其他的那个祖师大德的 我就看不懂 因为都是文言文嘛 诶 没有 印光大师文操金华路 拿出来也看得懂 那就觉得 嗯 很妙 这个拜佛 所以你们要相信这一点 那继续讲 有施 有斋 亦有奏 实际上这个是在讲说 你不施 有因果 他在讲因果的概念 什么叫政见 政见就是知道说 有因果的概念 有善恶业 有善恶业报 有此事彼事 有父有母 甚至于有真人 这个是阿含经的翻译 他们当初 因为这是很早期的翻译 真人是属于什么 圣者 解脱者 所以呢 世间正见 正知见 有四个条件 如果有人跟你说 说我们学佛要有正知见 你要问他说 什么是正知见 那那个人要说 听师父的就是正知见 错误 听师父的 师父不懂的话 那不见得有正知见 佛陀说的正知见 是四种正见 哪四种正见 第一 知道善恶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利益众生的是善 利益自己的 不见得是善 伤害自己 伤害众生的 一定是恶的 就是说他有一些条件 就是你的intention 你的内心的那个出发 出发心是什么样 这是你的意念是怎么样 而且你对别人 你是不是想要利益他 这两个条件 所以这是善恶 知道肯定有善恶 这是第一个正见 世间正见 第二个正见是什么 知道有业报 有业有报 善业善报 恶业恶报 第三个是什么 有此事有彼事 意思是说有过去事 过去生还有今生 还有来世 这样子 那这里就牵扯到 我们现代 我们在佛法的弘扬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说 有善恶 有业报 可是我不确定 有没有前世跟后世 这个叫做邪之见 这是佛陀说的 不是我说的 这个四种世间正见 是一定要具足的 他不能说 我只有三个就够用了 或者两个就够用了 不行的 你四个都要去体会 去印证他 好了 你肯定有善恶 你肯定有业报 你也相信有三世 那你最后还要相信什么 有凡夫圣人的这个差别 意思是说 透过佛法的修学 可以正入解脱 有解脱 有涅槃 这一回事 如果你只相信前面三个 可是你不相信你自己有这种可能性的话 实际上还是落入一个观念是什么呢 实际上你认为佛好像神一样 对 有善恶 有业报 有三世 可是佛陀要救我 救我的话 那我就可以从凡夫 我可以被佛陀救了 那这也是邪见 我们是利用 运用佛陀教我们的方法 与佛法相应 我们慢慢渐渐的断除我们的烦恼 乃至于我们的我执我见我爱全部都断除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凡入圣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为人有具备的条件 你要相信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政治见是要这个四个条件 知善恶 知叶报 知善事 还有知凡胜 这四个 那在这里呢 佛陀就在讲说 那什么是 就是正见的这个 定义是什么 他是从这边开始 思维 这里 见邪见 是邪见者 是未正见 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感觉是 应该就是这样子 很正常 对不对 他接下来就说 见正见 是正见者 意味正见 我跟你讲 第一句很重要的 如果一个学佛的人 他听到人家讲 哎呀 这个世间 这个善恶是很马马虎虎的 这个非善非恶 也不见得是怎么样子 那就是邪见了 你要知道 听到邪见 马上知道这是邪见 或者是夜报 嗯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夜报 或者是说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啊 三四的这个关系 啊 这个凡圣 我也没有看过圣人 我也不确定有没有什么 只要是跟这个正知见的内容有关系的 他是否定这个东西 你要了解 你要马上可以感觉到这个就是邪知见 你要能指得出来 我们的正知见是这样子培养的 先知道什么是偏调 再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或者两者同时进行 你必须要知道 那他 接下来他说 诶 比如是知以辩 辩辩求学 好 他这里 欲断邪见成就正见 视为正方便 正方便实际上 我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正精进 精进 精进不是埋头苦干的意思 对不起啊 其实要给你们纠正这一点 很多人都说 哎呀精进 哇 今天拜五百拜 明天拜一千拜 后来再拜三千拜 这个在佛法不叫做精进 精进是什么呢 止恶行善才叫做精进 正确的用功 中道的用功 妥当的用功 与善相应 与恶不相应的用功 那个才叫做精进 正精进 邪精进就是与正精进 不相应 OK 所以他这个翻译也不错 正方便 那意思是说当一个人他的正知见 他有了正知见 他有这个正知见 具足正知见 可是他这个正知见是怎么样的运作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有一个欲求 想要断血 想要成就正的 这个叫做正方便 正精进 需要这样子 同时另外一方面要怎么样呢 以念断于邪见 成就正见 是为正念 此三知随正见 从见方便 事故正见最在前也 正见是眼睛 可是他需要有两个东西 一直跟他配合的是什么 正精进跟正念 正念 很重要的 所以他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 这三知 那这样子的话 他要影响到什么 经文在 接下来他就讲说 什么是正知正方便正念正定呢 他这里就有他的那个细说 那我们看到这个正知底下 无欲念就是没有贪 无慧念没有那个真恨 无害念害重生的那样的 是为正知 或者正思为 另外一个翻译 是为见邪制 是邪制者 是为正知 见正知 是正知 是正知 那你要欲断邪制 成就正知 这就是正经济 所以他是怎么意思呢 在这个图表 你就可以看得到 正思为 对不对 他需要什么 还要三个东西辅助他 正见 正经济 正面 正与 需要什么来辅助 正知见 正经济 正面 正业也是一样 正知见 正经济 正面 每一个都需要有 正知见 正经济 正面 正经济 正面 你把这个三七道 给你做一个复习 你就想想说 这是你的身体 那你有正知见 因为八正道是你的骨干嘛 正知见 正知见的两边 有正经济 跟正面的这个辅助 那你要正思为 正与 正业 正面 那在这个核心 因为我们要破的是什么 我们要破的是生见 你知道吗 所以 生念柱啊 就是三七道平的第一品啊 生念柱是最核心的 这就是你的世间的观察 我们观察世间的无常苦 无我不尽 是从哪里观察到的 观察外面吗 可以 可是要从哪里开始 这里 这个世间 五蕴世间观察起 从这里 所以生念柱 它一定是你的开始 也是你的最后的断烦恼的完成 那 为什么要有 当然你有 这样就到这边咯 那这个是如意是什么呢 如意啊 是如意呢 它是与定相应的 四个东西 欲 情 心 观 情跟心 是已经 在这边已经有重复过了 可是 欲跟观是什么 这个很久很重要 这个欲是一个欲求 善法欲 你对涅槃的那种渴求 你希望得到这个东西 你希望就是说你的修行 要能让你达到这个目标 那 在释迦牟尼佛 他的情况之下 在那个成佛之前的那一 有一部经 他就讲 他在成佛之前的那个阶段是什么 当他接受了 那个乳的供养 他不修苦行了 结果他再找到一棵树 也就是最后我们叫做菩提树 他坐下来之前 他告诉自己 释迦菩萨 西达多太子 他告诉自己是说 我一坐下去 我不成佛 我不进来 我不成佛 直到成佛为之 那种强烈的 对于解脱涅槃的 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那个是欲如意 那观如意是什么 观如意是一种认知 什么种认知 就是你对恶道 畜生恶鬼地狱道的苦啊 那种果报的苦啊 你深深的体会到 你可以 你告诉自己说 我永远不再做任何事情 让我会得到恶道的果报 所以我一定要持戒 我一定要与戒相应 我一定要戒清净 因为没有这样子的话 我很容易就会造那个 畜生恶鬼地狱的这个果报 那叫做观 观如意 那如意的重要性是 因为有如意 他才能生生世世的 支撑着我们的这个的修行 单单是这一世把正面学得很好 甚至于正经境也到位 可是还没有到如意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还不够 所以是如意只要一个成就啊 只要一个成就 它就让你有办法生生世世的 一直的在朔博世界修行 乃至于正入灭牌 所以我上次不跟你们讲吗 你有没有发觉 西方极乐世界 它没有失念住 是如意 是正经是如意吗 为什么呢 那个是属于说 在没有这个设身状态的情况之下 在西方世界是不需要这个的 可是如果你是 你选择是菩萨道的话 在这个人间 你要生生世世的修学的话 那你事如意就很重要了 它可以生生世世让你不堕落 能很快的一受生 马上就可以开始的 就在继续的累积你的修行 我举个例子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第一次有禅定 出禅的经验是几岁你知道吗 五岁 五岁他父亲带他去一个 就是收割的一个节庆 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印度他们那个 稻粮收割 结果他们就在那里庆祝 结果他觉得太吵了 那五岁的这个西达多太子 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自己 离开大家的这个人群 跑到一棵树下坐下来 他在那个当下 他一坐下来之后 在那里用功 自己用功 一凭他过去式的这样子的 这个记忆 他马上进入出禅 所以在那个 成佛这个过程当中 佛陀有说 他知道那个苦行不可 不是正入涅槃的那个道路 他也知道其他的 他出家之后那七年所学的 都没有不究竟 他就意念到说什么呢 啊我记得 我五岁那个时候 我的那个经验 他在回归到那个经验去 他再透过修他的止观 断他的身界 断他的一切烦恼 这样子 所以 这是释迦牟尼佛他自己本身 他亲口 讲他那个经验 好 那 有了 事如一族 他是 辅助于 辅助于 事经济 事念著 还有 八正道的这样 深口意的这样修行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什么 就有五根五立 好 那这个根 是什么 就是 你必要 要让你能 断除你的身界的 那个根 当根 产生足够的力量 叫做力 那他内容 也是 很多都是有 之前已经有 重复了 好 情 念 定 慧 这些都已经之前都已经有重复了 可是有一个没有 性 那你们都有听过 应该有听过是 示尽性 对不对 示尽性 是佛陀讲 有一个法门 就是有一个人 他本身在定的 禅定的修学 他 没有像其他的弟子们 那样子 很快的人进入初禅 对不对 那 他能修什么呢 而且他没有足够的 那个 过去式 直观的修学 那佛陀就要说 你修什么 信 信 信佛 信法 信僧 信 信戒 佛法 身戒 这四个 深信不疑的 相信 去 而且去 意念 佛陀 确实就是一个觉者 他的法 他的法 就是指向于 那个 这个 清静之道 那他也有 弟子们 跟着这样子的学习 也能解脱 那 他 这个 佛法身 有戒 我要 坚持的 那 因为他 深信佛法身 戒 他也能 进入那个 出国 就是 那个 就是在那个 式进行 这样 那 所以 在五根五力的话 他里面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就是 性 这个部分 那我们修学佛法 尤其禅修的时候 你有记住 包括我们在 想要体会佛法 我们一定要 回归到什么 对佛法身 的 赞叹 深信不疑 通过这个力量 让我们才能 更加的 开智慧 让我们更加的 心静 这是不管是在修学 那个 法义 要这样子 禅修也是要这样子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 大家在用功之前 甚至于念佛之前 你都要先怎么样呢 赞叹佛法身 与佛法身相应 那我们刚刚念的是巴黎文的嘛 那你也可以念中文的啊 那就是把自己 与这个佛法身 先相应 再来用功 好啦 那 当修学的这个五根五力的话 之后那全部这些修学是要完成什么 它 什么东西会产生 什么东西会不见 第一 当你在 盛到这个路上在走 你一直在进化自己的时候 有五个东西它会慢慢的渐渐的消失 就是五概 就是五概 那等一下我再仔细的 讲一下五概 五概就是什么 贪欲 恶意 敌意 吊举 昏沉 还有疑惑 这五种 当你在跟三七到五相应的时候 这五概它慢慢慢慢慢慢 它会 就 难生气 那很多人都可以理解说 啊对贪念会减少 对对对对 因为修学贪念会减少 啊 那个 嗔恨也会 啊 纵使有生气就是很快就没有了 啊 甚至于不大会生气 那这我可以了解 啊 那吊举 我以为这些比较能集中 那昏沉呢 很多人说昏沉呢 我一睡觉就睡死了 那昏沉呢 这怎么办呢 我跟你们讲 佛陀 还有圣者 他们在 睡眠啊 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他们在睡眠的时候 是在做光明想的 那有禅修经验的人就知道 如果你在一个禅修的状态 持续的状态 用功哦 一直在心上这样子用功 进化的时候 那个睡眠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你是躺在那里 你没有在动 可是你的心是清楚的 你清清楚楚的 一片光明的感觉到你的呼吸 你的身体的存在 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你没有在作异 所以佛陀是没有昏沉的 圣地子们有这个 产修的经验的话 都是没有这个 昏沉的状态 昏沉是不自然的 你懂我意思吗 好 那这个我交代到这里去 以后会有经典 我再举例给你们看 那个很有趣的 好 那五盖 慢慢的消失之后 或者说转换 心产生那个力量 集中的时候 它会产生什么 七觉知 七觉知是念 择法 请喜 清安定舍 那为什么我把它画 从左右边呢 有个原因 因为经文里面 讲到七觉知的时候 他说 当一个人 他在昏沉的时候 他要运作 七觉知的哪个部分 七觉知是一个心 清净心的运作 连你心已经五盖不升起 那七觉知在升起的话 他还是要 维持一种平衡 他才能持久 他好像拿个担子一样 你知道吗 他左右边 他的重量要刚刚好 他不能偏一边的 那当你的心 那个力量不够的时候 他往下沉的时候 你要提起什么 怎么样提起这个心 用折法 勤还有行 当你的心过于高昂 那你要用什么 清安定舍 把他往下降 在禅修 尤其在 止观的 这个运作的时候 你到 那个七觉知 产生之后 你就要懂得怎么样 让这个心一直保持 往前走 可是 不会 不会掉下来 也不会 激盪 那 这个就是 三十七道普 他在运作的过程 会渐渐渐渐渐的 欲 五概不相应 欲什么 七觉知相应 当七觉知 圆满俱足的时候 他就产生什么 这全面这六个 就能产生正定 正定 在天时地理人和的状态之下 你的用功 他就可以从正定 达到什么 跨过这条线 这个是此案 这个是彼案 进入正解脱 来自于政治 这边 这个就是三七道米的一个图 那这个图 我会给你们 可以供你们参考 甚至于你们有 更好的建议 说可以画得更好的话 你们再 也可以跟我分享 OK 那我现在已经请人家 帮我画一个3D的图 就是动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八正道实际上 正之见 正经境正面 不能这样子画 这个是平面的 它实际上是 三个 一直在影响到 每一个 那那个 那个 每一支的运作 它应该是要3D的才对 那所以等那个 画出来之后 再跟你们分享 那这个就是3D到我们的一个 大概 那我接下来 我就要进入什么 第一组 试念柱 试念柱的经文 那我现在要 运用的资料呢 是在 中阿韩经 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 是98经 念柱经 那我比较喜欢的翻译 那我比较喜欢的翻译是用念柱 那我比较喜欢的翻译是用念柱 可是在古时代他们是用念柱经 尔时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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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诸彼秋 有一道 敬众生 杜忠 杜忧畏 灭苦恼 断 剃枯 得正法 为 誓念柱 若有过去 诸如来 无所着等正觉 西断五干 心会 慧淫 立心正柱于誓念柱 修七觉之 得觉无上正境之觉 你看 他能得到无上正境之觉 就是 这个静是什么 灭 苦极灭道的这个灭 若有未来诸如来 无所着等正觉 西断五干 同样的未来 那你看 那释迦摩尼佛又说 我今现在如来 无所着等正觉 我意断五干 心会慧淫 立心正柱于誓念柱 修七觉之 得觉无上正境之觉 云合为是 那这个佛陀在告诉我们 过去诸佛 未来诸佛 还有现在他成佛 都是透过什么的修学 誓念柱 不管你修任何法门 誓念柱是我们的根本修学项目 而且誓念柱 辅助誓念柱 到完成整个东西 就是塞了七道平 第一组就是誓念柱 云合为是 观生如生念柱 如是观觉 觉 在阿涵的翻译 觉实际上就是寿 生寿心法 早期的翻译 他把寿翻成绝 这个实际上是寿 所以如是观觉心法 或寿心法 观寿如寿念柱 观心如心念柱 观法如法念柱 那这个法呢 他实际上他不是讲佛法 不是法 不是佛法的法 法是什么 心的作用 心的品质 有时候你也可以把它翻作念头 可是法这个字 他不是每一次都是在 就是说 讲到佛法 他是在讲心的作用 心的品质 那这个 在试念柱 这个念柱经 他就把这个列出来 那三七道平的第一组 这个试念柱呢 他的定义是什么 念柱 什么叫念柱 记住哦 这个念没有一个口字旁的 他不是这样子 你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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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是念柱了 不是哦 他是心能安住在某一个 你特定的那个东西 那实际上他叫我们 佛陀叫我们用的 运用的最贴切的 那个工具是什么 神 神 连你的呼吸 都是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你注意呼吸 你不是注意前面这个 这个空气 你也不是注意 你吐出来之后的这边的空气 你注意的是哪里 是空气 就是你的气息如何碰触到你的身体 它还是你的身 所以念柱的定义是全心全意 安稳的警觉 安稳的警觉 这个警觉不是 不是这样子很紧张的那种警觉 他就是如实的了知 他的这个当下的这个 这个一刹那 这一刹那 这一刹那 每一个刹那 安住在当下 好 那共有四种念柱嘛 那生念柱是全心全意 安住在身体的现象上 身体的状态 呼吸 吸气 呼吸 受念柱 全心全意 安住在感受上 心念柱 心念柱 全心全意 安住在思想或精神的历程上 比如说 你可以察觉到你的心有没有贪念 有 或者你的心没有贪念 或者称恨 或者有邪见的产生 那最后法念柱 全心全意 安住在法 比如 那个七觉子 还有五盖 等等 这样 生念柱 是四念柱的基础 所以在这个三七道品 他第一组啊 是那个四念柱 那四念柱里面 又分两个东西 生念柱是基础 受心法 是基础打好的话 可以同时运作的 可是你一定要抓住这个重点 如同我这个图片 在讲 生念柱是核心 我们要破这个身件 实际上 从生念柱开始 也从生念柱完成 因为这个就是什么 当下的缘起 你观察到这个缘起 了知这个缘起的无常苦 无我 不尽 你就再破除你的身件 它的理论实际上很简单的 可是很简单 我们在运作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说 哇 原来我们的常见 这么样子的根深蒂固 我们的常乐我尽 多么的根深蒂固 好 那 我接下来要解释 生念柱 那刚好佛 那个南传 巴黎藏 对不对 有一部叫做 中部119经 它叫生智念经 也就是生念柱经 那也有中文的翻译 我就照着这个经文 如何解释生念柱的修学 跟大家分享 那这是理论的部分 那如果说 我等 因为我现在 我会讲到4点 那有半个小时 可以让你们问问题 还剩下半个小时 可是 之后还有半个小时 可以问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直接操作 我就带你们做这个圣念柱 的修学 那你说 这个经文怎么说呢 它说 那时世尊在傍晚时 傍晚时 从独座中出来去讲堂 抵达后 在设置好的座位 坐下 坐好后 世尊召唤彼丘们 彼丘们现在 在这里 共作 谈论的是什么呢 谈论中 被中断的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佛陀 从他自己用功 过来到讲堂那里 看到彼丘们在讲话 突然大家看到佛陀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老法师 就不讲话了 佛陀说 你们刚刚在讨论什么呢 他们就讲 大德 这里我们食必 吃完之后 我们从食食处返回 在讲堂集会 共作 出现这样的论坛 不可思议啊 学友 未曾有啊 学友 到此 深至念 已休息 已多休息时 有大果报 果是果报 大利益 大效益 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 骗证绝者所说 大德 这是我们谈论中被中断的 这时 世尊迪达 他在讲说 他们在谈论什么 谈论这个 深念柱的修学 他们在赞叹这个 深念柱的修学 多么的有大果 大效益 那佛陀有时候就会自问自答咯 他就说 比丘们 比丘怎样已休学 怎样已多休息 深至念时 有大果大效益呢 佛陀就开始讲 比丘们 这里 比丘到灵眼 或到树下 或到空屋 坐下 盘腿后 挺直身体 建立起面前的正面后 注意 他这里讲到什么 他讲到环境 就是禅修的环境 修学的环境 尽量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那再来呢 盘腿 或者是坐在椅子 可是你要什么 你要挺直你的身体 背部要挺直 建立起面前的正面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什么 你的面前 就是你呼吸的地方 那他就讲说 他指正面的呼吸气 吸气 指正面的呼气 当吸气长时 他了知 我吸气长 或当呼气长时 他了知 我呼气长 当吸气短时 他了知 我吸气短 或当呼气短时 他了知 他了知 我呼气短 他学习着 怎么样 经验着一切生 我将吸气 他学习 经验着一切生 我将呼气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吸气跟呼气 整个过程 你的心思都不会跑掉 都一直注意着 就像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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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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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你不会跑掉 你想到别的东西就跑掉了 你的阿弥陀佛就跑掉了 你就一直的专注在这个佛号 你专注在 可是这个是在讲 专注在你的呼吸 整个过程 吸气跟呼气 整个过程 包括什么呢 包括那个吸气 转成呼气的时候 你察觉得到 是不是有个地方会讲坏 对不对 我们吸气 不是一直吸啊 吸到某个程度 再来会变成呼气嘛 那你知道几时吗 你要知道 你要清清楚楚的看得到 这个进出 整个过程 所以他就说 经验着一切生 这个一切生是指什么 那个呼吸的整个过程 那继续他讲 他学习 使身 使身 身形 凝静着 我将吸气 他学习 使身形 凝静着 我将呼气 当他注意 当他处于这样 不放异 热心 自我努力时 则那些 依着家居生活的意念 与意象 被舍断 这在讲什么 所有的世俗 所有的世俗 烦恼心 所有的那种 对眼耳鼻舌生意 所接触到的六成的那些执着 那些意念 全部 不止息 那他就继续讲 被舍断 那 以那些的舍断 而内心助力 安静下来 成为统一 就是你整个心的力量 它变成雷射般的一种专注 统一 入定 比丘们 比丘这样 休息 神之念 所以 在这个身念柱的时候 佛陀第一件事情 叫我们 运作的是什么 注意呼吸 先注意呼吸 那注意呼吸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 身念柱 实际上他从 这个 注意呼吸开始 可是他不停止在这里 他还接下去再继续讲 那如果我们比较 这一部经跟这个 念初入习经 就是 就是关于 这个 念初入习的经典的话 哪里不一样 你知道吗 不一样的是 念初入习 它从这里以后 会继续的 叫你观察什么 无常苦 无我不尽 这样一直观察下去 因为从 anabalasati 也可以进入解脱的境界 可是 这里呢 因为是 深志念 或深念柱 他接下来 他会讲到别的 项目去 可是他一开始 是先从呼吸 那 作用在哪里 我把它叫做什么 抓焦具 英文叫做 calibration calibrate 比方说我们心 是本人散乱的 那我们要开始 运作它 对不对 我们需要有一个东西 来 来 来 衡量一下 我的心的状态是如何 好 一种 比量 一种量 量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散乱 或集中度就是了 它的calibration 所以 你就用这个呼吸 从这里 你可以看得到说 啊 我的心很快就静下来了 我也可以注意到整个过程 这样子 好 那一般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呢 我都会鼓励大家说 如果你的心很快静下来 你至少 至少 给它 吸 呼吸啊 十遍 至少要十遍 好 把心 抓那个焦距 焦距抓好的时候 你再继续运作其他的项目 好 好 好 那接下来 这个 一百一百十九经 同样这部经 它说 载者比丘们 当比丘行走时 他了之 我行走 当站着时 他了之 我站着 当坐着时 他了之 我坐着 当躺着时 他了之 我躺着 他如身体被放置而知道 好 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深念住的修学 你可以是站着 你也可以是坐着 你也可以是躺着 你也可以是在走路 所以 它 你注意呼吸 可是你那个时候 你已经要把那个注意力 应该说 把它 散播在整个身体的那个 那个正面 你清清楚的知道你的知识 你的威仪 很清楚的了知它 OK 那继续讲 他说 当他注意这样 不放异热心 自我努力时 依那些 则那些 依着再家 在家居生活的意念 于意向被舍断 以那些的舍断 而内心助力 安静下来 就是说 他成为统一 入定 比丘们 比丘这样子 休息生之念 所以 一开始是讲到呼吸 注意呼吸 再来是讲到什么 我们的威仪 我们威仪的那个状态 OK 深念入 正知与生活的请句 再者 佛陀说 比丘们 比丘在前进 后退时 是正知与行为者 在前世 后世时 是正知与行为者 就是说 你往前看 往后看 你清清楚楚的 你了知 你的身体 的一切 在肢体 屈身时 是正知与行为 在穿衣 持拨 与搭大衣时 就是我们的酒衣 正知与行为者 在饮食 饮用东西 吃东西 咀嚼 常识时 是正知与行为者 在大小便 动作时 是正知与行为者 在行住坐卧 清醒 与 末时 末就是不讲话的时候 是正知与行为者 你看 基本上佛陀告诉我们 时时刻刻 二十四小时 每一秒钟 每一刹那 都要正知与 正念 在你的身体 这个就是我们 真正的 活在 当下 不散 不散乱 心不散乱 处于正念 深的正念 那 这样子 他说 你这样子的话 你也可以达到什么 这个 定 入定 所以比丘是这样子修学 那这个项目是属于正知与生活起居 时时刻刻 时时刻刻 接下来是 深念著的另外一个叫做观察身体的部位 再者 比丘们 比丘观察此身 从 脚掌底 往上 从 脚掌底 往上 发消 往下 就是你的头 往下 头顶 往下 这里 所有的 你的身体 所有的每个部位 你要观察这个身体 他这里就讲到 皮肤所包覆 种种 充满种种不敬德 里面 此身有 头发 体毛 指甲 牙齿 皮肤 肌肉 筋腱 骨肉 骨髓 肾脏 心脏 肝脏 肋脏 肺脏 肢脏 肠脂 肠肩膜 胃 肤脏 肺脏 肺脏 肴脏 脏 肤脏 肢脏 脱脖 脱 م Pharaoh 唇 那,为什么佛陀要讲这样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方法,它是要让我们做扫描,身体的扫描,等一下我们一定有时间可以运作一下,它就是从头顶到脚章底,从脚章底到头顶,你要有办法这样子去扫描你的身体,用你的心,训练你的心,安住你的心在这个身体。 而且,你要知道说,你这个身体是什么,他这里佛陀就有解释,他说,比丘们,犹如两边有开口的袋子,放置满满的种种古物,三米,红豆,绿豆,碗豆,胡麻,白米,有眼睛,看得到的男人,男子, 把他倒出来之后,能观察,哦,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同样的,比丘们,比丘观察此身,从脚掌底往上,发消往下,皮肤所包覆,充满种种不尽。 所以,我们佛教有句话,臭皮囊,臭皮囊,就是讲这个啊,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好像皮肤里面包了一大堆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那样子,它时时刻刻都在排泄东西。 那你要清楚的了解说,这个,我把心安住在这个缘起的当下。 那,图片方面的话,因为有皮肤的话,看起来就有点太逼真了,那我就用一个没有皮肤的,这个是属于肌肉的部分。 一个人的肌肉,一个人的蟲,这样子,肌肉,还有那个筋骨啊,种种这样子,骨头,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哦,你不可能没有的。 可能你,如果你有手术过,你可能加个一个铁啊,或者什么在里面,可是你一定大致上会有整个这样子。 那,请问你们,你们知道我们曾经有教人家扫描,就是他有做过那个盘骨的啊,有做那个hip surgery。 那他们在做那个扫描的时候,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一样。 他扫描到那里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个东西,没有感觉。 他如果,就再继续吵下去,他会再感觉到,这样子。 确确实实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你要了解,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东西有可能感觉到那么的仔细吗? 我告诉你,只要是你的身体,确实有办法。 你不要去扫描别人的。 扫描别人的话,那刚开始是没那个功夫的。 申念柱哦,实际上他不只能扫描自己哦。 申念柱修学到成就的时候,他还可以什么? 扫描别人。 那刚开始我们先扫描自己嘛,对不对? 那你,这些都是我们不怀疑说有没有的。 皮、肉、骨。 这是我们有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运作的时候,我就会取这三个,这样子来运作。 那这个方法也是一位德国的武卓法师,他特地在提倡的,关于身体的部位。 他会觉得说,不需要弄得那么复杂。 先从皮、肉、骨,这里这样子观察就可以了。 如果每一个人想要再观察的仔细一点,那你就可以一个一个的,那三十二个项目,那个部位,一个一个部位上去扫描,也可以。 因为我还是解释经嘛,我就要继续讲下去。 观察四大,经文就继续啊。观察身体之后呢,再来就是观察四大。 深知念经常讲说,在者比丘们,比丘就此如其助力,如其志向,有戒之身的观察。 戒就是说,这个身体,它有的一些成分。 在这个身体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 比丘们,犹如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 杀牛后,一片一片的分解,然后会坐在大的十字路口。 同样的,比丘们,比丘就此如其助力,如其志向,有戒之身观察。 在这身体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 他观察自己的身体,整头头到脚底,都有这个四大。 那我们通常在运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什么是地呢?地界?地是什么?它的特性是什么? 肩固。肩固。肩固。骨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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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没有水分?有啊。骨头里面有没有地水、火?有没有温度?有啊。骨头里面有没有风?就是气的运转。有没有?有啊。 所以,它,再细一点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我就,这个是跟,我刚好阿根廷啊,有一个学生。 它是做什么?spectrometer。它是化学家。它是帮忙分析那种物质啊。还有那个东西的呢? 它是用那个spectrometer。它是很,就是最顶尖那种科技的。它可以看出那个东西的频道。 还有它的那个,它的那个色泽。它的那个频率啊。那,它就跟我说,师傅,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可以从原子的角度去思考。 可是它想不通,到底地水、火风在原子里面是怎么一回事。那,这是我们的,得到的那个东西。OK。 你看哦。这个是quantum。这个是所谓量子啦。用量子显微镜去看的时候,一颗那个原子,它的状态。它是一个有能量的东西。 这是用量子的那个显微镜去看的。这个是一般我们用比较细的那种,就是说那个叫做Electron Microscope,去看的。它是这样子。它这边有所谓的核子嘛。核子。 还有那个叫做Electron怎么说啊?电子。电子核子。那它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它有叫做Electron Mass还有Nucleus Mass。 就是它有,它有质感。那这个质感是什么?这就是地。每一个原子里面的地界,就是那个,它的那个Mass。它的重量。有重量那个东西。有直爱的那个东西。那水是什么呢?水是凝聚的意思。 它会流动,可是又会凝聚。它是一股力量凝聚的。那你们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个Electron它会一直这样子跑吗? 因为它有一个凝聚力在那里。它有Bond。那所以,这个就是它属于它水的部分。那当那个Electron它一直跑。它跑它会产生什么?能量。那能量那是什么?火。 它的流动。它的流动。它的能量的这个转换。这叫什么?风。地水火风。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我们在这个操作禅修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四大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到最后,你会有一个阶段,会观察到身体,好像全部都是亮点一样。亮亮的点。 就是这样子的点。就是这样子的点。这种感觉。这种亮点。无限的亮点在身上,一直闪烁。你从用你的心眼所看到你的自己,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了。它就是能量而已。 这就是爱因斯坦讲的那个E equal mc square。物质跟能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我们这个何尝不是能量呢?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讲说无常的概念。无常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可是你在禅修当中,你修炼这个深念柱的时候,对不对? 你可以达到什么?看到你的身体的无常性。因为它就是一个能量的存在而已。当它一直老化,甚至于生病,它的寿命要达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闪烁会怎么样?失去能量。所以它就会什么?它就会死亡。它就会停下来。它就会腐烂。它没有办法继续。 可是它有个东西会继续的是什么?心意识。心意识是不停下来的。它会继续的流动。所以,我们只要有烦恼,我们只要有贪嗔吃,我们的生命会继续的延续下去。 可是这个身体,它只是短暂暂的,短暂的现在。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了解这个所谓四大的方式。 那在南传的论注里面,它有把每一个界,四大,或者每一个世界里面,它就讲到说,有的特性,特效。它说,地有硬,粗,重,软,滑,轻。 地大有这个六个特效,都可以个别个别观察。 这在做那个界分别的那个禅秀的时候,我们会去一个一个的这样子去观察它。 再来,水的特效是流动,粘,粘着,就是凝聚的那个力量。 那是什么呢?地是牙齿。地是一个代表啦。 水是什么?口水。那火呢?冷热。冷热是它的特效。 那再来,风它有什么?支持还有推动。 那风就是呼吸。所以在我们这个头部这里,你就可以去地水火风这样的去连贯。 再把这个感觉带到整个身体上面,去抓那个跟牙齿这个固定性、凝固性的这个有关系,关联的东西。 还有跟水有关系,跟火,跟风有关系。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这个佛经里面有讲得很清楚。 他说,刚刚讲说,如同一个屠夫啊,他把一头牛整个这样子窄了,这样子分割嘛。 那分成四个部位,地水火风嘛。那请问,头是牛吗? 那个,脚是牛吗?还有这个是牛吗?或者是说我们人,我们把它区分为,我们理解它为地水火风。 那请问,地是我吗?水是我吗?火是我吗?风是我吗?不是。 甚至于,这个地大的这个能量,这个地,这个界,在我的身体,跟外面,它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佛陀就问是说,那内在的地,是地。 外在的地,也是地。那请问,你在哪里?我在哪里? 这样子的这种反复的观察,仔细的观察,你的身见,这个我的那种执着,在这个身体,它慢慢慢慢慢慢会化解掉。 这个是修学上面的一些,可以跟你们分享的。 那经文就继续了,它就讲到, 深念住,接下来就讲不静了。 久享观。 那这个是属于就比较, 比较,应该这样说, 它是在观察,舍弃在墓地的整个尸体。 一千,包括现在在南全国家,他们还是有这样子的修学。 就是比丘门要修不静观的话,就有人捐大体出来。 那你就去一个地方,特定的地方,就放在你前面。 大家就在那里开始,眼睛张开看一下,眼睛闭起来。 就用功。 那等了过几天,它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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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就什么? 它会脏,会脏起来。 再来会浴青。 再来,它有九种阶段,一个尸体会经过的。 那,所以我不读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做大致上都是在家句式嘛。 修久享观,它会把那个欲念,男女欲会断除的。 所以这个,就是出家人一定要修,可是你们看情况。 那它,我有把它列出来,它有九种观想。 膨胀的脏,脏响,就是那个尸体脏脏。 那你可以观察是,你前面的那个尸体,在那里观察。 或者呢,你观想自己的身体。 脏,就是已经躺在那里了,脏起来。 轻鱼响,坏响,慢慢的坏掉。 血涂响,全部都是血,充满血。 吸孔,都一直这样跑血出来。 浓,浓滥响。 那,那个淡响是什么? 就是有鸟啊,有乌鸦啊,来吃。 就是那个像,那个藏船不是有个天杖吗? 那样,那样子。 类似这样子,很多动物来吃你的尸体。 然后再来,散响,它全部这样散掉。 骨头都散掉了。 然后再来,骨响,就全部都是骨头了。 那再来就是,烧。 烧响,就是说,它全部焚化变成骨灰。 灰而已。 那这种呢,你如果常常修这个的话, 哇,那个很多的欲念,它就会断除的。 那这个是针对什么呢? 是针对,尤其要修解脱道。 那这个是一定必须要有修学的。 那我只是,这个补充资料就给你们看一下。 OK? 那可是经文都有,你们可以自己的详细去读。 那现在有一个补充资料是关于五概。 当你修学,这个生念柱所讲的。 刚开始是讲说,呼吸,注意呼吸。 对不对? 那再来注意你的威仪,行足坐卧。 再注意你的生活起居,你的心一直安住在你的身。 OK? 再来你修学,那个你观察你身体的部位。 你也能观察你四大。 再深注意,能观察那个身体的不静。 种种的话,什么东西会慢慢的,渐渐的不见。 渐渐的消失。 我感。 我刚刚已经跟你们提到了。 贪欲,称慧,昏沉,吊毁,吊毁,吊菊,疑祸。 他会慢慢的那个,不能生气。 那如果是在静态上面修的时候。 那应该这样说,你们很多人在修注意呼吸的时候。 你应该会有一个状态是,就看到光在前面。 就是,他那已经开始进入状况而已。 一开始。 可是如果你是安住在身体上的话,对不对? 他不只是这样子。 他那个时候,他这个五概都不会再生气了。 而且你是清清楚楚的。 你的那个注意力是很平静的。 那那个时候,就开始会产生什么? 禅定的境界。 所以在这一部经,《生智念经》,他接下来就讲到什么? 当五概不升起。 什么会升起?你知道吗? 七觉知会升起。 七觉知升起的话,我们就会进入什么? 进入禅定。 那这个《生智念经》,接下来就会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那现在刚刚好,我讲到四点。 零二分。 OK? 我已经讲太多话了。 那你们也都很通常都没有人睡着。 朋友们哪里会睡着呢? 好,那现在就是说,请问有什么问题? 要问? 欢迎你们发问。 刚刚讲的这些。 我再把它放回去。 这个是初禅。 这个我下一堂课我就,我们下一堂课是几号? 中文? 49号,对不对? 记住,下一堂课,19号就要讲到那个, 那个经文讲到那个适常,它的状态。 是怎么进入的,而且它是怎么懂状态。 那再来,还有那个修生智念的十大利益。 这个经文的最后面是这样。 19号是星期四,晚上的课程。 7点到9点。 晚上? 7点到9点。 7点到9点。 好。 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 师父刚才讲的,不是赤地的还是怎样的? 我是照着经文的赤地。 我没有,我没有跳。 它就这样子。 我基本上讲完了这个的话,就生智念经,我整个就讲完了。 整个都读过给你们听了。 而且有解释。 不过它的practice的过程,就是从开始培养,然后再进一步,再进一步,还是一下来就是这样。 它可以整个,应该这样说,刚开始是一个一个的可以去修学。 再来串起来的。 因为你串起来修学,这个一做就是三个小时至五个小时。 对啊。 OK? 是。 可是你一个一个的话,注意呼吸。 这个可以是十五分钟、三十分钟的。 那,或者是你把你呼吸的部分简短一点。 十次。 呼吸十次。 那这样,两分钟、三分钟,你接下去就下个步骤。 那你去注意你的身体的这个部位。 对不对? 你的姿势。 那再来你就进去,那个开始扫描。 好,部位的。 好。 注意你的皮肤。 注意你的肉。 好,注意你的骨头。 这样子。 那再来,你可以,也可以注意不静。 或者你可以注意什么? 身至念也可以再注意什么? 死。 实际上,从在家居士的角度。 不见得要去观察那个九小关。 就是那种,尸体的腐烂。 你可以想那个死的那个状态。 就是说,我会死的。 你把死跟你的呼吸,跟你的身体, 这样子来观察它。 而且你接受它死的这个必然性。 那这也是一种观死。 这也是在身至念里面的一个方法。 那大致上这样,就可以分开的修。 可以。 这样。 好。 什么问题? 那我只能,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开始来练习一下, 身至念了。 好。 就是身念处。 这样。 有些人要离开,就先离开。 没关系。 这样。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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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请大家放轻松。 好。 全身放轻松。 好。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把这个注意力量。 先从头顶到脚顶, 你告诉自己说,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OK。 身体放松,精神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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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观察一下啊。 接下来。 把你的心安住在你的呼吸。 安住在你的呼吸上 吸气时 清楚地知道 我在吸气 呼气时 清楚地知道 我在呼气 内心只要注意的 呼吸 呼吸 把这个心的焦距抓出来 安立设定好它的焦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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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掃描 這個身體 我們來注意這個皮膚從頭頂的皮膚開始注意你的皮膚 注意你臉部的皮膚 其實你臉部的皮膚 注意你臉部的皮膚 後腦的皮膚 整個頭部的皮膚 把心安住在頭部的皮膚